你第一個當然要 import RANDOM 然後開獎號碼這邊 開獎號碼1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什麼 把它找到的號碼有沒有 RANDOM RANGE 1到49號 然後呢外面包一個Stream 因為他找到的號碼一定是一個字一個數字 那你在開獎號碼1 開獎號碼2 一直被推啦 那如果當以前的做法這樣 1 2 3 4 5 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這邊的話分別改 2 3 一次類推 4 5 6 一次類推 6個好開個號碼 那這樣跑出來應該OK 跑出來 有沒有他幫我中間少一個那個冒號 考獎號碼少一個冒號 那這樣的話呢我就分別怎麼樣可以把他的號碼分別 就 蛤 49號碼 沒有沒有因為這邊少一個 間隔符號 間隔符號 執行一下 這邊就OK了 分別就是 會在1到49之間 幫我產生一個亂數 這樣就OK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也是後面我們會講的啦 就是下一個單元 下一個單元就是 如果你在東西一直重複的話 如果你重複的話 你寫這樣循序 沒有效率 還好只有 7個號碼 不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有 70個 700個 7萬個 你就當然不可能用那個人工來做了 所以其實重複執行的話 那接下來就要考慮什麼 用4回圈 這個也是我們 後面會講到的 那4回圈跟壞回圈 都非常必要 那4回圈 基本上就是 你會有一個起始詞 一個結束詞 一個range 你用4回圈 那如果你沒有 起始詞 也沒有結 就是一個條件 你用壞 有的時候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下來 反正就一直跑 跑到 某個條件出現 你再停下來的話 那你用壞回圈 所以基本上呢 回圈敘述 只要你要重複處理事情的話 一定會 這兩個回圈 大概這兩個熟悉就夠了 其實你說背後自動化在處理什麼 自動化基本上就一定是回圈 裡面包一些邏輯判斷 OK 那 我們如果要把 底下這邊的敘述 把它改寫成回圈的話 OK 這個也蠻重要的喔 第一個 4 這個應該 VBA已經學過 但是呢 一樣有個for i 但是呢 這個i 特別之后 我們是for i 到哪一個數字 對不對 可是在python是in in什麼呢 哪一個範圍 所以這後面的話習慣上呢 會給他一個range 那這個range 跟那個vba裡面的range打法一模一樣 不過意思不太一樣 小瓜糊 告訴他說呢 從哪一個數字 因為我要跑幾次 跑 總共7個號碼 所以1 豆點 到哪一個數字停下來 到8停下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只要是range的話 一定是 1到哪個數字停下來 所以 我們基本上是跑了7次喔 到7停下來 一個 冒號 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底下這幾行 我乾脆把它註解掉 註解就 選取 Ctrl 加斜線 全部註解掉 然後呢 我底下的話 其實只要跑一次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拿這一行 放到哪裡呢 Ctrl加按住 複製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 非常強調 它的那個階層 所以 請注意一定要 按一個Tab鍵 表示說呢 你是在這個底下要被執勤 那執勤什麼呢 執勤就是 開獎號碼 這個123456 這個把它delete掉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串接一個i就可以了 但是i是一個數字 所以記得喔 把它加一個street 把它轉型一下 然後串接後面的東西 這樣的話呢 我就是開獎號碼 冒號 1 冒號 所以這個冒號可能要補到後面 所以這邊再串一個 冒號 把前面這個冒號拿掉 好 這樣的話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 如果以後呢 假設你是重複執行某個東西的話 記得喔 把它改寫成for回圈 OK 那也是後面我們要提到的 for回圈非常的重要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他執行出來的話 就會長得像 開獎號碼1 然後哪一個數字 開獎號碼2 但是呢 其實這邊 最後呢 當然開獎號碼最後 沒有7啦 一般的邏輯是 123456 最後一個是特別號 欸 可是怎麼辦 所以 接下來 當然每個人想法 這裡的話我想到就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呢 如果 它是等於7的話 那就是特別號 它獨立 所以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前面也寫過了 如果它是 應該是 不等於7好了 反正最關鍵是i不等於7 所以一負 i 不等於喔 驚嘆號 等於 記得喔 等於是兩個等於喔 不等於是 不等於喔 OK 應該有 之前我在那個講義裡面有跟各位 那個運算值這個要注意喔 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7 那表示它是123456 冒號 那就是 執行下面這一行 那反之的話 剩下來的 所以是 else else冒號 然後做什麼 Enter 就執行 把這個改成特別號就可以 所以這一行 拿來改成什麼 改成這邊叫特別號 剛剛底下好像已經有一個 所以 乾脆拿這個來 改算了 這個 特別號 我這邊 如果它不等於7的話 有沒有 i不等於7 應該可以看得懂了 那就是執行上面這個 反之就執行特別號 然後輸出 試一下看 不過我這邊會加一個 定位點 因為 他們 這幾個字都比較長 特別號只有三個字 所以為了讓他們一樣 寬 就是看起來 比較整齊 所以我在這邊加一個定位點 來試一下看一下 OK 執行一下 理論看應該OK 有沒有 執行結果 這個就加一個 定位點 Table OK 所以你會發現 123456 剩下來的就特別號 不過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還沒有 判斷什麼 是否有重複 有沒有重複 有重複 所以理論上 如果有重複的話 應該 再跑一次 重新再來過 OK 他還沒寫 因為 再寫下去 就太複雜了 可不可以寫 可以寫 怎麼寫呢 其實我以前在 VBA VBA我記得我以前有教過一個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在雲端上有那個 用VBA寫過的版本 那我的邏輯怎麼樣 就是把這些號碼全部都比一遍 如果有一樣的 那就重跑 因為其實 迴圈都跑得非常快 只是說 後面的東西太複雜了 所以我就先到此打住了 應該可以看到 我這一題主要是 把剛剛的那個 Random的部分 延伸 Import也Random 然後呢 當然你可以先寫下面這些 下面這些實際上是循序的 不過呢 循序的 它的缺點就是 你要寫非常多行 但是其實還是有人這樣 有些 菜腦工程師他不會寫 他就一直貼著貼 貼好多喔 可不可以跑 可以跑啊 沒有問題啊 層次有沒有BUG 好像也沒有BUG啊 可是 感覺真的太LOW了啦 一定就是要把它改成上面的FOR 不過FOR回圈可能 各位初體驗 你只要記得 這個可能關鍵是 FOR I IN 哪個範圍 那它這個範圍是有7個 所以1 豆點8到8停下來 所以它跑1到1234567 好了跑7次停下來 OK 那後面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那待會我也會把這一段程式 複製 今天主要是把那個02講完 那下一次上課 基本上就是要 再進一步到FOR回圈 再到那個什麼呢 那個 換回圈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玩玩看 像什麼 我常 喜歡同學寫的就是99生法表 這個在VBA裡面也寫過啦 可是我們 如果要再跑一次 在Python裡面寫得出來的話 所以寫出來就是 類似像這樣 99生法表 寫出來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如果你用 一行一行 除行寫 當然也是寫得出來 不過這沒有意思 一定就是用回圈 寫完的話基本上就是 兩個回圈 還有底下有些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那個部分主要是 邏輯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 利用大樂透的 邏輯 我們要跑出七個號碼 但是七個號碼裡面呢 最後一個號碼是特別號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呢 利用Python 幫我 配合random 幫我跑出七個號碼 那前面六個 一種輸出方式 最後一個 一種輸出方式 程式該如何撰寫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也順便拿出 又跨到回圈了 又跨到回圈了 因為你如果不會回圈 以後抓資料也沒辦法抓了 因為抓資料不可能抓一筆就停了啦 沒有說我抓第一個 後面呢 不抓了 那完蛋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呢 全部抓回來 那你就一定要用那個 回圈 那如果說你已經知道有50個配訊 那用4 但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用壞 因為你知道 像 剛剛 同學問的是 有沒有 因為你最後抓 因為不知道幾頁嘛 可能 50頁 51頁他就 404了 404就是找不到網頁了 那你如果有個條件 當抓到網頁抓不到訊息404的話 那你就停下來 就跳離這個回圈 不就OK了 所以如果你未知的用壞 已知的話用for 這樣不是簡單的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在壞裡面再設條件就好 untier只是說 他是後測試啦 那 Wile是前測 他 Python他 不弄那麼多啦 因為以前像 那個什麼 Java啦 或 VB 都有前測之後 太麻煩了啦 你乾脆 你乾脆就是跑一次 再去做邏輯判斷不就好了 自己可以把邏輯判斷寫在程式裡面就好了 所以他有些 語法就省略掉了 像VB還有 DoWile跟Wile 還有兩種 一模一樣還有兩種 幹嘛 他有DoWile跟Wile 那DoWile後面是Loop Wile後面是Wan 那兩個結果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幹嘛放兩個 他的道理是 就 有一點點差異啦 差異非常的小 所以理論上我教的話就教其中一種就好 另外一種你可以當他不存在沒關係 那 那個 Python也是到底差不多啦 其實他也許有蠻多其他的寫法 不過 像如果類似的寫法都一樣 我說真的 人的腦袋 記憶空間沒那麼大 真的啦 記該記的就好了 所以像我就是 記該記的 剩下的 你需要的再去查 OK 不然的話 說真的 學程式太累了啦 可以 你可能永遠都感覺永遠學不完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沒有掌握到藥學 因為這是我 寫 成是二十幾年來的 心得啦 以前我都覺得永遠 就那種資訊不足恐懼症 每天都感覺好像自己永遠學不完 每天都不斷的買書買書 那時候真的有那種 不知道 剛開始學的時候有那種 好像永遠書都買不夠的感覺 好像 而且 很積極去圖書館借書 快要把圖書館裡面的所有層層的書都借回了一輪 但最後發現怎麼樣 永遠看不完 看完之後又如何呢 後來發現 真的不是只是看書 動手就會了 那些書都是 參考書啦 需要的時候再去 拿出來看看 而且有的時候你會做之後那些書 變成你好像突然間看懂了 但是如果你不動手做 你看再多變 感覺好像還是看不懂 但那些東西其實真的大部分都是 別人做完之後的心得分享 但如果你也做過一遍之後 你會發現有時候甚至你做得比他更快更好 更簡單 OK 那有些作者強調的點不同 我們強調也許是工作實做 那也許我的寫法就比較不會像 比較學術性的寫法 學術性的寫法不得了了 一定要 完全依照 物件導向的這種 觀念去撰寫程式 所以呢 你很多地方 你千萬不能夠 很 寫得太 怎麼樣 不嚴謹 你一定要 先把你的物件寫出來 再 去針對他的物件成員 物件的屬性跟方法 去實作 天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Python裡面也有物件導向 不過 通常那些東西 我暫時 如果當你 不是 純粹要 研究 程式 如果你要研究的話 當然OK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只是純粹 希望把程式 拿來做 解決 問題 那我 我覺得那些東西 你暫時可以 也不是說不要管它啦 暫時你覺得 先暫時擺一邊 就像VBA裡面 也有物件導向的寫法 但是 說實在 那種東西 一般人真的看半天 還是看不懂 所以你寫完之後 發現奇怪 怎麼 最後連自己都看不懂 因為太抽象了 因為物件導向有個概念就是抽象化 抽象 就是所有東西呢 都是在 記憶體裡面運行 物件呢 實際上就是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它才能夠 被拿來實作 才來用啦 可是問題 我怎麼看得到記憶體啊 記憶體 所以完全是抽象模擬喔 也就是你腦袋裡面 要模擬你 就是一個memory 你的腦袋就變成記憶體了 你裡面要有記憶體 也要有CPU 後來我模擬過一段時間 後來發現不是辦法 整個人都快要廢掉了 每天感覺我到底是電 所以你突然自己好像突然變成電腦了 自己的語言能力完全 下降降 降低 因為你會想說我要用電腦的方式 再跟人溝通 發現無法溝通 所以 所以 所以像Python的好處就是說 它盡量貼近於人的語言 基本語言 當然它也可以 做一些比較物件導向的寫法 不過我暫時如果你不是 非常有必要的話 那個部分暫時可以 先把它當成是一個目標 可以試一下我剛剛那一段程式 所以